我在书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说 虽然大家都有不同的立场 但是其实我们中间有的共同的价值 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很多 虽然看媒体的话 很多时候它只是集中在 彼此难以同意的那些小的方面 但是其实像永续 或者是像是包容性的成长 创新这些事情 大概都是共同的价值 所以只要是基于这些共同的价值 社会就可以来自四面八方的意见 都可以像拼图一样 而不是只有其中一方 好像蓝图一样 去要求其他几方来遵从 大概是这样的想法 像我们在社会创新这个概念里面 有八个字叫做 开门造居 你行你来 所谓的开门造居 就是说去确保是我们工作的过程 而不只是我们工作的结果 都可以跟社会各界分享 因为如果我们已经是做成工作的结果了 才分享 那确实如你说的 除了就是来乱啊 抗议啊之外 也没有什么别的选项 但是呢 如果我们在工作最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还没有什么好主意的时候 就愿意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难处的话 那么就算是来抗议 或者是就算有不同意见的朋友 我们也可以说 那会炒的不是有糖吃 因为现在根本菜还没有下锅嘛 是进厨房一起炒糖吃 所以在最早期就邀请大家参与 这是最重要的 像您刚刚提到口罩地图 那个我们根本在实名制开始前的三天 就已经跟社群朋友们分享我们即将要做的事情 而当第一线的钥匙发现说 他们发号码牌 跟我们做地图 中间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也是立刻的在一个星期之内 就修改我们的系统 去配合钥匙 像这样子的做法 就不会有您刚刚所讲的 就是好像都是来乱的 的这个问题 是 我第一次接触到网际网路 是在1993年 我12岁的时候 那当时其实还没有所谓的全球资讯网 特别是图形化的这些浏览器 大概都是一个一个BBS站 或者Gopher站 或者FTP站等等 也就是说资讯是在一个跟一个孤岛里面 或者山头上面 是没有连接成这样一个山脉 那主要是因为超连接 Hyperlink这个技术还没有普及 那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 一旦有了超连接这个技术之后 就算是在完全不同的文化 完全不同的立场等等的人们 都可以因为一个共同的价值 好比像说当时是蓝丝带运动 这样子的一个价值 我们就团结起来 而且是组成在网站上面 彼此跟彼此之间会互相交换 连接到彼此的网站 甚至在同一天发起 把自己的网站变成完全黑色的来进行一些社会运动等等 那这个都是团体的力量 而且是没有特定的领导人的 所以也可以说是早期的全球资讯网 把蓝丝带运动这样子的想法 在我实际参与之后 我就发现说 这个不是只是好像一个一个图书馆这样 而是透过超连接的力量 就可以把各自不同的小规模的这种运动 变成一个大规模的串联了 对那当然另外一个也是让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在ARXIVRXIV 这个网站是康奈尔大学的一个大部分的论文的作者 都可以在同采审阅的同时 还没有到期刊的时候 就已经把他的草稿公布在网站上面 给大家来评价 那我在上面因为当时做科展的缘故 就会看到很多做自然语言处理 做人工智慧等等的论文 那我写信给这些 有些是非常知名的研究者 那他们当然隔着网路也不知道 我才14或15岁 他们也都很乐于回信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 这就是记忆非常深刻 因为在以前大人 特别我的中学校长都告诉我说 我得先通过一些考试 到他们的研究室 当博士研究员或博士后 才能够跟他们一起做研究 但是现在隔着网路 只有一通email 我们就可以立刻一起做研究了 后来我把这个道理解释给我的校长 听之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他想了一分钟之后就说 那你明天不用来上学了 那教育局那边他会帮我挡着 也就是伪造文书的意思 我当然现在追溯期过来了 但是我现在就已经非常的 在脑里有这种想法 就是常任文官专业的公务员 真的是最创新的一群人 整体来说 当然我就可以全职的自己 往自己想要的研究的方向去迈进 而不需要再受到课表的限制 这是当然短期的好处吧 那长期来看 这也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我说你行你来 这件事情的时候 心里是完全没有一种本位主义 好像说我是文族的 还是理族的呢 我是某个学系的 还是哪个学院的呢 没有这样子一种想法嘛 全世界的人都是我的研究伙伴 对 我想在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转意的这个能力 也就是说并不是加入特定的组织 而是在不同的组织 他们可能有共同价值 但是因为一开始的另一场不同 所以可能彼此还不知道 有共同的价值 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好比像说一边是健保署的开发者 而另外一边是这些 公民黑客社群的开发者们 他们其实有共同的价值 就是大家都想要 四分之三的人戴上口罩亲戚手吧 大家都是非常愿意去促进公共卫生 可是一边的开发的方式 是比较传统的 而另外一边开发方式 是非常松散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在中间做一个转意的工作 这样子的转意的工作就可以让双方了解到说 原来我们有比较适合做的部分 那他们也有比较适合做的部分 可是其实大家的粗略的共识呢 是共享的 一部分当然是在网机网路上面 其实随着每一天的时间不一样 有的时候在一个讨论频道上面 就是欧洲的看法占上风 那再过了一阵子之后 可能是不同的亚洲啊 大洋洲啊 或者美洲啊 等等的看法占上风嘛 因为一个人他总不可能完全不睡觉 所以说随着一天的这个太阳的 在跟地球的角度不同啊 那就会有不同的文化 出现在同一个讨论的频道上 所以其实你每天每天这样子 在上面去跟各国的不同的朋友们相处的话 自然在脑里就会起一些化学反应 就是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混合起来的时候 那就是一种新的角度 确实是如此啊 好比像说我现在这杯茶里面 它同时就是英国的早餐茶 但是也是乌龙茶 所以你只要把两种不同的茶包 放到热水里面 它就会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味道 我想对我最重要的影响 除了刚刚讲到的ARXIV的网站 那个是尖端的研究之外 那另外一个就是古腾宝计划嘛 古腾宝计划是吧 已经没有著作权 因为它是在一次大战以前 所写成的一些经典 大家想尽办法去把这些直本的书 都变成数位化 那在当时因为网记网络而频宽有限 所以其实并没有什么 那么多的像今天的这种影片啊等等 但是至少透过古腾宝计划 这些文字的著作 就可以让我在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成本的情况下 就可以去了解到各个不同的思潮 它一开始是哪里来的 当然后来在中文的部分 也有中国哲学电子化计划 有C-Beta佛典计划等等 所以也就是说当我看不懂某一个特定的现代的著作的时候 很可能是因为我对它后面的知识脉络不了解 那这个时候我总是可以回到一些线上的资源 然后去把本来的那个经典把它找出来 去看到说这个词到底在当时是怎么样子发生的 它是怎么样子的社会脉络等等 那因为我几乎所有的教育都是从这样子的开放的资源而来 所以当然我自己也会想说 我们说饮水思源嘛 也就是说我自己的工作 也应该要让后代的人也能够用同样的方式 而不是说他要付非常高的授权费用啊等等 才能够来看到 当然大家可能知道我的两个习惯嘛 一个习惯是说工作25分钟 休息5分钟 那在这25分钟中间是不受打断的 所以我的手机永远都是在误扰模式 就是我们不会现在讲一讲话 忽然之间跳出一个什么讯息通知来 或者突然间电话响了 没有这种事情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会在睡前 尽可能的把email都处理完 那也会把明天 它不像说我昨天晚上就把今天的采访的大纲 大致看过一遍 但是脑里不下判断也不发出什么声音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可以在睡梦之中就自然而然的处理掉这些事 那因为这样子等于每天多了八个小时可以工作嘛 所以我在就是白天的情况下 就可以比较从容比较和缓 因为不会特别觉得说我一定要赶时间 这样反正每天都还有八个小时 绝对不会被打断啊 确实啊 在我住的地方厨房的柜子一打开 那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茶包 从早上喝的就是比较提神的 到晚上喝的比较是帮助安眠的 就是你想象得到的大概薄荷茶 花草茶 莓果茶 之前有提到牛邦茶 等等的这些玄米茶 大概绝对超过十几种啊 那如果是这十几二十种的茶包 任意取两种放进来的话 那就有非常多 应该是超过百种不同的组合 所以每一次就是我心情 如果比较不舒服的时候 我就去试一种新的组合 那这样的话不但能够放松下来 而且以后我再看到这个字眼 让我心情不舒服的字眼时候 我就会回想到比较舒服的那个情况 因为在我脑里这是一种新的味道嘛 新的味道又是舒服的感觉 就可以去做到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自由的联想 是啊 因为在当然杯子里面的也是化学效应吧 就是水是一种容器嘛 那但是在脑里面也是化学效应 也就是当长期的记忆在睡眠的时候 从短期记忆形成的时候 只要它里面属于比较新鲜的那个部分 就会占有主导性 所以一个新鲜的味道绝对是有主导性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些旧的字眼就会被联系到 新鲜的味道里面让人舒服的那个部分 可以这样子说 不过大概实验总是有不同的结果 但是目前我还没有碰到哪两种茶包放在一起 是不好喝的 所以也很难说是一种实验 它比较像是一种创新的过程吧 确实因为我特别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读的是指南国小 指南国小它就是在往猫空的路上 所以在班上的同学 姓张的相当多 而且家里大概都是以制茶 作为主要的营生 所以当然耳濡目染 当然会接触到茶的文化 不过我想主要养成这个习惯 还是在一个叫做紫藤炉的一个茶馆 Wisteria Tea House 那紫藤炉这个茶馆是由周瑜这位朋友 他经营的 也是台湾的民主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可以说是台湾一代一代的 主要是自由主义传统 海耶克传统等等的这些民主化的工作者们 都是在紫藤炉 然后一面喝茶 一面讨论如何让台湾更民主化的一个计划 所以我自己在2000年初在伊利贤 当时也是每个星期都到紫藤炉 那一方面就是喝茶 另外一方面就是带着笔记型电脑工作吧 所以对我来讲 茶跟笔记型电脑的连接 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 当然在紫藤炉 他们在每次聚会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经过一些关于 就是周瑜先生的想法嘛 他的想法是四个字嘛 说正 静 清 圆 正就是有intigrity rigorous 就是端正嘛 静就是他能够静下心来 那清就是它是clarity 就是达到一种比较清晰的一个境界 那圆就像刚才讲的是 学每一边站啊 转译啊等等的功能 很难说这四个字 对我一定是每一次我会想到 但是我想因为就受到这样子的 千里默化的影响 多多少少应该也是有一些相关的 不过我想要先讲一下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混合不同的茶包 它并不是为了跟我自己对话 而是为了跟对方对话 也就是说让我回到一个可以跟对方对话的状态里面 那这个也是我想跟日本茶道的千里修老师 所提出来的合境清极嘛 或合境境极啊 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合境清极它是往跟自己的灵魂深处对话 但是我刚才所提出来的是跟人对话 好比像说我们现在正在对话 然后我一面喝茶 那是把我自己准备好 到可以去接收你那边的讯息的情况 而不是把我自己准备好 是完全好像睡着一样 从外界完全不接收到讯息的情况 所以我想这里面还是有一个本质的不同 就是对我来讲 喝茶是为了跟对方对话 那这个也不是只有我这样 在台湾政治人物也好 或者是一般市井小民也好 有什么冲突的时候 都是坐下来泡一杯茶 然后透过对话来调解的 是这样子的 对 是这是悠久的传统 完全没有挑 就是都可以包含南非的国宝茶也 尝尝喝 是的 我想远去上班跟在家上班 还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我远去上班的时候 我会在好比像说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那个是一个共同工作的空间 虽然共同工作空间里面的每个人 其实可能是不同的团队也在做不同的事情 但是无论如何是大家一起工作的感觉嘛 所以就算只是从我住的地方走到社会创新实验中心的短短10分钟15分钟的路程 也是心境上面转换从一个休息的情况变成一个工作的情况 那当然如果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真的不能出门的话 我也会建议在家里至少是不同的房间 即使是在同一个房间也至少是有一个不知道布连或什么东西隔着吧 总是有一种仪式的感觉 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不同的房间啦 简单讲就是这样 对或者是说在用无线网络而身后是放松的状态 但是接上有线的以太网络就是工作等等 睡前当然是会冥想 但是如果是在白天的话 主要还是刚才讲的就是拿两种不同的茶包啊 那但是如果现在不是说在对话的状态 只是一个人想休息一下的话 那用单一种茶包就可以了 就是在平常就是稍微放松休息 就是工作完25分钟的那5分钟偶尔是会喝的 不过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的第一杯 通常不会是绿茶而是防淡咖啡啊 来请说 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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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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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二十出头在紫藤露的时候 就像我喝咖啡的时候也是用绿瓜式的咖啡或者是咖啡包的做法也比较少在用手冲了 那当然我理解到说手冲的过程是很放松的等等 但是实际上就是因为它会需要多一个或者多两个器具 那但是因为我是拿着笔记器电脑到处跑的所以再带额外的器具对我来讲是比较大的负担所以后来就比较没有这样的习惯 就像刚才所说的茶作为大家在沟通的时候即使是隔着荧幕 因为你看到我喝茶或者是刚才冲热水的动作也多多少少会让我们多一个共同的话题吧 所以我想它促进沟通这一点就像刚才提到的对我来讲也是最重要的 至于说是不是它是很适合让自己冥想前来使用呢 或许也是吧 但是对我来讲还是以沟通这一部分是比较主要的 主要是因为我如果要冥想的话 我戴上VR的眼镜马上就从太空当中来看地球了 那这个的速度是比喝茶快很多 因为茶具是都在我手边没有错 就是这个或者这个或者是滤网等等 对但是我们现在有一点点时间限制 因为我们是一个小时而现在只剩大概十分钟左右 所以这个是不是可能这个取材就不是用视讯的方式可以吗 还是说我现在先暂停一下录影 然后我因为现在手边并没有茶叶啊 所以我还要稍微再准备一下 还是我暂停一下录影 然后我们准备个五分钟 然后我们回来专门是泡茶这一部分 好那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哦 我五分钟之后回来 你好刚才就是已经都准备好了 所以我们就实际来泡一次看看这样 没问题没问题 主要刚才的技术上的一些困难是因为茶叶都不在我手边 现在茶叶已经拿来了 所以第一个是这个茶叶嘛 那这个茶叶我们把它放在比较小的这个茶具里面 好然后另外还有一包茶叶哦 那这一包茶叶是长这样子 那我们是稍微倒多一点点 把它倒在大的这个里面 可以看到它们的形状是不一样的 不过上面没有刻度 所以并不是合格的实验器 好 所以一方面注入热水在其中一边高的哦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注入热水 在这边也就是比较浅的哦 好 然后现在就是在两方面都等待它泡开的这个过程 嗯对请说 嗯就刚才讲的前两个嘛 就是正跟静了 正就是alignment或者integrity 就是自己先不管是做的端正啊 或者是用的这个契具也要端正啊等等 那另外一个就是静嘛 就是心里面要静下来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嗯 千里修也好 陆语也好 呃 这些都是当年在紫腾炉的时候 呃 他们会介绍的很多茶道界的一些前辈 但是我自己很难说是有什么研究 可以说是呃 只是运用他们所研究出来的这个结果而已 呃 那对可以是这样子讲没有错 那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说 对我来讲 混合两种不同的茶 呃 这件事情是我从非常小的时候就有的习惯 也不只是茶果汁啊等等 都是用两种互相混合 像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甚至还会一直脚穿黑色袜子 而另外一直脚穿白色袜子去上学 等等 所以这是全面性的 全面性的 并不是特别只在喝茶这件事上 确实确实是如此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先注入其中一部分 好 然后再注入另外一个部分 这部分是乌龙茶没有错 好 好 OK 那我就干杯了 您随意 您随意 不用喝完 好 干杯 谢谢 Cross ick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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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之前我提到的 fast fair fun 或者是humor over rumor 这些想法都是一听到 立刻可以记住 而且可以传播出去的 那圆的部分就是 之前所说的take all the sides 就是随时你的讯息 如果是从对方的角度 有他自己的一个诠释 或者延伸的话 那其实也不用特别去觉得 好像这是对你的 个人的想法的一种 亵渎或者是 的一种挪用啊等等 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本来这个想法 也不是你的嘛 你也是从别的地方听来的 所以在每个人的脑里 都会不断的经过 像刚才那样子的化学变化 有一个混搭的过程 这个混搭的过程 其实才是概念得以传播的 这个关键 所以当我们传播的时候 要保持讯息的清晰 但是到了其他人的脑里 本来就会变成不同的样子 好的 没有问题 非常感谢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